第1731章真正的刺头 杨成康死后 云青年就看向了明玉跟万妖殿的两个天仙巅峰 不过云青年的目光 仅仅在明玉的天仙巅峰身上逗留一眼 就一到了万妖殿的天仙巅峰身上 我对万妖殿的印象不错 可惜你们的新殿主九命伪胡太蠢了 云青年微微摇头道 气运全面复苏以后 很多势力都换了首领 万妖殿就是其中一个 云青年跟万妖殿的上一任的殿主 曾一同进入过一处秘境 也算是有几分交情 不过后来 万妖殿的上一任殿主 出于某些外界不知道的原因 将殿主之位善让给了九命伪胡 没想到九命伪胡掌权以后 似乎跟赢尼菩萨达成了某些协议 甘愿给他们当枪使 把枪头对准了云青年 云 云青年 这 这些都是我们殿主的命令 我 我只是执行命令的人 嗨 还望你留我一命 万妖殿的天仙巅峰语气颤抖道 留你一命 云青年脸上突然出现淡笑 当然可以 我还需要你给九命伪胡带句话呢 云青年说着 突然出手 一掌轰在了万妖殿的天仙巅峰身上 只听喷的一声 万妖殿的天仙巅峰 似乎像泄气的皮球一般 身上狂涌出恐怖的气流 其他人健壮 面色都猛的一变 云青年废了万妖殿的天仙巅峰的修为 不对 还未全部废掉 因为万妖殿的天仙巅峰 修为下降到人亡静的时候 云青年又猛的出手 阻止了其修为继续下降 四周人群马上就回味过来 云青年出手废其修为之前 可是说过要让他给万妖殿的店主带句话 既然要让人带话 自然要给对方留一点修为 否则连赶路的能力都没有 云青年 你好狠 竟然废了我修为 万妖殿的天仙巅峰 目光全是怨恨的看着云青年 从这一刻开始 他将从高高在上的天仙巅峰 沦落为了蝼蚁一般的人亡 如今的天星大陆 人亡确实是蝼蚁 属于最顶层的生灵 不夸张地说 现在随便找个客栈 里面的殿小二都有不亚于人亡的修为 云青年没回应 而是弹指在他身上 打下了一道烙印 而后悠悠说道 七日后 如果你没有回到万妖殿 这烙印就会马上化作烈火 连同你的肉身 灵魂全部焚为灰烬 云青年 你 万妖殿的天仙巅峰 眼中闪过一道恐惧 修为废掉 比杀了他还难受 可如果比起行神剧灭的下场 他更宁愿选择修为被废 告诉九命尾狐 三个月内我会登门 将万妖殿从这个世界抹去 云青年一脸平静道 可偏偏就是这平静的语气 却让四周不少人感到不寒而栗 滚吧 云青年一把撕裂空间 将他丢入了空间裂缝里面 恰一刻 他就从万里外的空中坠落 其他人针对我 还有或多或少的理由 你们明欲的人 又是为了什么针对我 云青年看向了明欲的天仙巅峰 明欲 从这个名字 就能联想到明界 事实上 明欲的人 就是从明界来的 我 我不知道 云 云青年 我只是奉命行事 请 请你别废我修为 我 我可以立下毒誓 马上回明欲 帮你询问里面的原因 明欲的天仙巅峰 脸上全是恐惧道 他不想死 更不想修为被废 不必了 云青年淡淡摇头 杀了你以后 明欲还会再来找我 我想知道什么 到时候再逼问即可 话落 云青年猛的出手 砰 砰 仅仅两招 一招了结明欲天仙巅峰的性命 一招了结他的灵魂 主心骨都走了 你们也跟他们下去吧 云青年目光冷酷的看向其他天仙 这一意 天剑宗死了很多人 云青年不仅会灭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们身后的势力 云青年也会一个个清算过去 云青年出手了 如狼入羊群 在天仙群中展开了屠杀 天仙巅峰都不是云青年的对手 这些普通天仙更加不会是云青年的对手 二十几个天仙 发出密集的惨叫 还不到半课中的时间 在场天仙 悉数被灭 宗主万岁 哈哈哈哈 这些杂碎都死了 宗主万岁 宗主万岁 云青年身后 还有数千个 后面赶来的人群 这些人 也都是天剑宗的骨干 属于忠于云青年 忠于云家 忠于天剑宗的人 对他们来说 幸运的是 因为修为不如灵天 为金伦 白泽 这些人 所以晚到一步 反而让他们捡回了一条命 真正棘手的 还没有拿下 其灵目光明重道 将若先没说话 但目光看向了 云青年头顶上方的虚空 在那里 还折服着一只毒蛇 银家的杀戮机器 常信猴 你虽然没有灵智 却会无条件执行银的命令 云青年直到这时 才看向上方的虚空 冷眼旁观看着我斩杀其他人 让我与这些势力 彻底不死不休 银得如意算盘 打得还真响亮 常信猴的意识 早就被银抹掉 否则也不会被人称为 杀戮机器 他只能本能地 遵照银的吩咐 他在旁袖手旁观 冷眼看着天心圣地 龟隐宗 万妖殿 地下殿 戒狱 名誉的人被人 显然是得到了银的授意 但银打这个算盘的同时 也透露了银另一个想法 银不认为 常信猴会是云青年的对手 否则也不用玩什么花哨 直接让常信猴出手 与其他人一同围攻云青年即可 秋 虚空之上 突然响起力气的破空声 常信猴手持长剑 一记刺剑是 从上方虚空刺了下来 可诡异的是 常信猴的常剑 还没刺中云青年 他的身影突然消失不见 哦 你还练过刺杀之法 云青年眼中露出几分意外 但也只是意外 比起黑白炼狱 你的刺杀之道 血色太多了 云青年声音刚落 突然出手抓向了正前方 在外人看来 这个方向根本不是常信猴出现的方向 第1732章云青年重伤 云青年的正前方 是一片真空 空无一物的真空 哪怕是地仙 天仙的神石扫去 都发现不到半点生灵的痕迹 可偏偏云青年的大手 才刚抓出不到50多米 空无一物的真空 猛地站出一缕火光 拳击 就想起了当的声响 顿时 与云青年一样 穿着一袭黑袍的常信猴 凭空暴露了出来 刺杀之道 在我面前可没用 云青年轻飘飘地说道 更何况 你的刺杀之道 还不具备火候 云青年毕竟来自仙界 仙界精通刺杀之道的杀手 多如牛毛 云青年还不是先帝的时候 就接触过黑白炼狱的杀手 常信猴的刺杀之道 比起云青年遇到的黑白炼狱的杀手的刺杀之道 不知道落了多少个层次 跟黑白炼狱的杀手的刺杀之道比起来 常信猴的刺杀之道 就是成年人跟婴儿的区别 空 被云青年挡住第一击后 常信猴身上猛地席卷出恐怖的煞气 煞气出现的瞬间 云青年的身影就急剧后退 九煞之气 因好大的手笔 云青年眼中闪过一道意外 煞气也有强弱之分 九煞之气是最强的煞气 而且没有之一 云青年回凡人界这么久 还没见过天心大陆有孕阳九煞之气的地方 常信猴身上的九煞之气 应该是在冥界孕阳出来的 云青年心里马上就有所猜测 因为常信猴的煞气之中 还夹带着淡淡的死冥之气 死冥之气 又称冥气 诸天万界只有冥界才有 千界的生灵 是吸收仙灵之气修炼 冥界的生灵 则是靠牺牲死冥之气修炼 呼呼呼 常信猴身上席卷出来的九煞之气 马上就化作一口煞气漩涡 涌现出恐怖犀利 欲要把四面八方的一切物质 往漩涡里面吞噬 云青年第一时间 顺发一道阵法 护住了天剑宗的一干人等 他自己的分化出一道分身 冲向漩涡 在临近漩涡之中 猛的自爆 只听喷的一声 云青年的分身自爆了 九煞之气化作的漩涡 在自爆产生的恐怖的冲击波下 瞬间就被冲散 秋 常信猴第一时间 又是一记刺剑 是刺向云青年 云青年本能的想要闪躲 却发现自身气息被常信猴锁定 只能硬着头皮抵挡 轰猛龙 是手空拳的云青年 一掌轰在了常信猴的常见的剑锋上 但剑锋传来的恐怖阵力 却亦把将云青年阵飞出去 丁 嗡嗡嗡 常见也出现一阵震动 差点从常信猴手中脱离 这一次交手 以云青年视若告终 常信猴最擅长的刺杀之道 在云青年面前虽然形同虚设 但他本身的修为 以及展现出来的战力 都不在云青年之下 因此云青年想赢他 至少要经过一番苦战 阵起 燕罗阵 阵起 玉场之伤阵 云青年被阵退后 第一顺发了两道阵法 燕罗阵 遮蔽视线之用 哪怕道祖半步先帝身在阵中 两只眼睛都会形同失明 玉场之伤阵 则是扰乱玉场的阵法 在恐怖的玉场里面 没有强大到一定程度的神石 会像泥牛入海般 被玉场消化于无形 将常信猴困入阵法以后 云青年身影猛的浮空 一下子出现在了千余米的高空 银 冷不丁地 云青年身上 突然传出一声猛银 他身后 也出现了一只巨大的巨龙虚影 麒麟 将若先第一时间就认出 云青年动用灭龙咆哮拳了 轰 破空声猛的响起 一只巨大的 携带着巨龙虚影的重拳 猛的轰向了阵法里面的长信猴 四周真空 因为灭龙咆哮拳的出现 木子的裂开就如同落地玻璃般触目惊心 燕罗阵根玉场之伤阵 也在这一刻被念龙咆哮拳产生的微能冲散 随着阵法溃散 常信猴的视觉 神识都第一时间恢复 不过念龙咆哮拳席卷而来的速度太快了 常信猴刚恢复的瞬间 念龙咆哮拳就轰在了他身上 轰 卡卡卡卡卡卡 常信猴被轰在的瞬间 大地就席卷出恐怖的冲击波 宛如大海中的巨浪 卷向四方天地 常信猴的肉身 第一时间就轰向地底 并且一路冲撞下去 无论是泥层 还是岩石层 全部被撞开 出现一道人形印记 云青年这一拳 将常信猴轰到了 深达十万米的地底下面 扑扑扑 常信猴口中 喷血不已 整个肉身 都布满了血肉 这还亏了 他是天仙之躯 肉身素质强横到一定程度 要是换作寻常仙人 这一击之下 肉身早就化作鸡粉了 不过伤势虽然惨烈 常信猴却感觉不到半点疼痛 他的身影 本能地从地底中冲起 下一刻就出现在了 云青年对面的半空 还不等云青年再次出手 常信猴体表的血肉 突然化作漫天雪雾 一下子把常信猴包裹了起来 常信猴身上的酒煞之气 融入漫天雪雾以后 突然出现了圣人的叫声 音音音 节节节 像是婴儿的哭声 又像是猫的叫声 同时也像是鬼物哭喊的声音 诗话诅咒 云青年瞳孔一缩 云到底有多恨常信猴 不仅抹去他意识 还在他身上施加了诗话诅咒 唯有意识 说白了只是杀戮机器 但诗话诅咒却会把常信猴 变成一尊怪物 吼 常信猴发出一声嘶吼 一人高的身躯 突然急剧变大 有圣人的头颅 从常信猴的脖子触破皮而出 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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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无数触角 从常信猴肉身的各个部位疯狂窜出 还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 常信猴就变成了一尊 没有眼睛 浑身布满年夜 头颅八成以上部位都是獠牙 身上长满密密麻麻的触角的怪物 瓦屋 化为怪物的常信猴怪叫一声 突然冲向了云青年 速度之快 超越了光速 空了一声 云青年一把就被他撞飞出去 长长的大雪 从云青年的口中喷涌而出 云青年 终于受伤了 而且还是重伤 第1733章云青年的猜测 化作怪物以后 常信猴的正面战力 竟然到达了盗祖三层 乃至四层的水准 云青年这个身体 终究只是地先巅峰 而且还是刚踏入地先巅峰 面对盗祖三四层的存在 根本没有太大的胜算 不对 我未必要正面跟他对抗 云青年似乎想到什么 林雨淑的一领 一开始的常信猴 虽然是杀戮机器 但还有本能的战斗意识 但化作怪物以后 常信猴连战斗意识都没了 说白了 现在的常信猴 跟一只凶兽已经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云青年这时候 选择跟常信猴硬碰硬 那就太蠢了 刷刷刷 云青年从那天界中 取出了三面旗帜 这旗帜刻满了符文 是云青年还是盗祖的时候 在仙界无聊时刻画 这三面旗帜 任何一面旗帜 都可以当作盗祖级别的法宝 云青年想都没想 就把这三面旗帜抛飞出去 分别坐落在三个点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小形浴场 阵起 三人破天阵 云青年抱和一声 三面旗帜突然站出恐怖威能 阵成的那一刻 一道金色巨网 就猛地将常信猴化作的怪物囚禁了起来 轰轰轰轰轰 怪物本能地冲击金色大网 发出恐怖的轰鸣声 不过金色大网外面看去 只能看到淡淡的涟漪 阵法内部才真正可怕 随着阵法出现的瞬间 云青年的面色也刷地一下就变得苍白 三人破天阵 无时无刻都在消耗云青年的先灵之力 而且属于消耗巨大的那种 以云青年现在的状态 最多只能支撑十分钟的阵法运转 另外三天破天阵 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大网笼罩范围 确实是无坚不摧 哪怕是道祖巅峰的存在 都无法正面破开金色大网 可大网下方 也就是地下 则属于阵法笼罩不到的范围 如果怪物有意识 哪怕是一丝一毫 都会选择钻向地底 然后从其他地方破土而出 好在长信猴画作的怪物 跟凶兽无异 它只会本能的往前方冲撞 越是冲不开 就越发不要命的往前冲撞 轰轰轰轰 怪物不断冲击大网 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怪物身上就有数千根触角 被碰撞产生的冲击力震碎 卡卡卡卡 猛的又是一阵脆响 怪物上嘴唇的一排牙齿全部碎裂 触角牙齿相继损毁后 怪物身上的凶性再一次被激发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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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撞金色大网的速度 也变得愈加猛烈 一转眼 又是五分钟过去 也就是云青年布下三元破天阵的第七分钟 怪物的肉身突然裂开 滚落出无数血肉 怪物的体型 也在这一刻开始缩小 从原本的小山大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小 还不到十个呼吸的时间 就缩小到了 普通野犬的大小 三元绞杀 云青年掐动手印 三面布阵所用的旗帜 突然从地上飞起 秋秋秋 三面旗帜 直接化作三根箭矢 从怪物的肉身穿过 做完这一切后 云青年一把做到地上 大口大口的喘气 总算把它解决了 云青年轻轻挥手 三面旗帜便飞了回来 常信侯化作的怪物 也在这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作颗粒 被天地自动形成的冷风吹散 呼 麒麟跟江若仙 直到这时 才如是重负 低呼了一口大气 天剑宗这次的危机 算是化解了 走吧 先给你们疗伤 云青年一把飞起 带着江若仙跟麒麟飞入天剑宗里面 爹娘 接下来的局面 就交给你们安抚了 云青年的神石传音 在父亲云阳 母亲麟指弱的耳边响起 回到天剑宗后 云青年直接带着两人 来到了死明之气弥漫的山洞 这是世界之木 江若仙看到山洞里面的世界之木后 不由瞪大了眼睛 世界之木哪怕在仙界 都是重宝中的重宝 价值丝毫不在天火之下 恩 云青年点了点头 你们先吸收世界之木的生机疗伤 我安置一下他们的灵魂 他们 自然是指白泽 魏金伦 灵天等人 云青年耗费半天时间 在山洞里面布下了 一个酝氧灵魂的阵法 他们的灵魂 不仅能在阵法里面长时间生活 而且还能修炼灵魂之力 修炼修炼 除了修炼修为 还要修炼灵魂之力 只不过正常情况下 随着修为的增长 灵魂之力也会跟着增长 魏金伦等人 现在没有肉身 也只能先修炼灵魂 你们放心 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为你们重塑肉身 让你们复活过来 云青年离开阵法之前 又一阵郑重地跟他们说道 云青年从阵法出来的时候 江若仙跟麒麟 也通过吸收世界之木的生机 伤势都恢复了七八成 看到两人没事后 云青年先是松了一口气 接着似乎想说什么 但又一下子说不出一个字 看向江若仙的神色 略有些尴尬 我在仙界跟你另一个肉身见过面了 江若仙看出云青年的尴尬后 不由说道 顿了顿 又补充道 该说的 都已经说清了 云青年文言 却是陷入短暂沉默 而后才说道 你是在跟我见面之前 就踏出了这一步 还是在跟我见面之后 之后 江若仙犹豫了一下才说道 这一步 指的是江若仙踏入魔道 看来我 又一次对不起你了 云青年露出愧疚的苦笑 不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江若仙连忙纠正道 我早就打算走出这一步 之所以一直忍着没踏出 是因为我想先跟你见一面 江若仙说着 突然露出几分苦笑 我只是没想到 我们下一次见面 会隔了千年之久 好了 我们还是别说这些了 你对仙界如今的局势 应该很感兴趣吧 江若仙直接转移话题 我应该猜到十之八九了 云青年想了想说道 第1734章开始钓鱼 如果没意外 我另一个身体 在仙界应该也不太如意吧 云青年想到了 不久之前 另一个身体通过挡天神盾 与斩天神剑的联系 试图回天星大陆 只不过被天星大陆的天意驱逐了 如果另一个身体 已经恢复先帝修为 根本不需要再回那个地方 去取挡天神盾 不如意 江若仙白了云青年一眼 说道 你可知道你另一个身体 仅仅回到仙界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据我所知 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恢复到了天仙境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快则半年 慢则一两年 就能恢复至全盛时期了 如果这样的修炼速度 也能说是慢 又或者不如意 整个仙界的生灵 都要羞愧至死了 听到这话 云青年不由尴尬一笑 与此同时 云青年也在心里说道 天仙境 这个进度 倒是比我预期的快了不少 这主要是云青年知道 他另一个身体突破 需要度过心魔仙界 很多时候 明明可以突破了 但因为没把握度结 所以硬生生压制不去突破 接下来云青年似乎想到什么 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最终 云青年还是忍住没问出来 江若先注意到了云青年的神色 不由说道 离开仙界这么久 你应该很想念一些故人吧 云青年点了点头 江若先接着说道 莫黄背叛你的事情 想必不用我说 你也已经知道了 知道 云青年点头 想到莫黄 他眼中闪过了一道痛心 但有一个人 你肯定想不到 莫黄的背叛会与他有关 江若先悠悠说道 福帝 云青年下意识脱口而出道 他另一个身体 已经知道福帝是背后始作俑者那人 但现个云青年 还没有来得及跟另一个身体共享记忆 恩 江若先点头 眼中闪过意外之色 他知道眼前的云青年 提到福帝 完全是凭借推测 以及直觉 福帝在天心大陆 有一个转世之身 他这个身体已经跟我有了难以化解的仇怨 云青年说道 转世之身 指的是尼菩萨 莫黄以你的名义 邀请持遥女帝赴约 而后持遥被三帝伏击 也是福帝出的注意 江若先突然又说道 江若先话音才刚落下 云青年眼中就闪过刺目的杀鸡 在云青年的生命里 重要的女性不多 母亲临只若一个 妹妹彩儿一个 李染竹一个 江若先一个 持遥女帝也是其中一个 福帝 王我一直把你当成朋友 你居然在我离开之后 对我身边人下手 云青年心里说道 福帝在这一刻 上了云青年必杀的名单之中 福杀持遥的三个先帝 应该是虚空 火炎 昆鹏三人吧 云青年又说道 十大先帝里面 云青年跟虚空 火炎 是不死不休的关系 跟坤鹏的仇怨 虽然谈不上不死不休 但至少也是水火不容那种 江若先点了点头 正是他们三人 持遥经过这次被伏击后 便躲起来疗伤 哪怕你另一个身体 都没找到他具体躲在何处疗伤 不过我听另一个你说过 持遥还活着 江若先又说道 江若先知道 云青年心里最在乎的 是持遥的安危 果不其然 云青年听到持遥还活着 且还是另一个自己说的后 清理就松了一口大气 云青年十分了解自己 自己会说持遥活着 他就一定还活着 对了 你的分身 是如何来到凡人界的 云青年又开口问道 不久前 乱青年突然降临一颗史前陨石 他落地之后 在乱青年砸出了一道空间通道 江若先微微沉吟道 这处空间通道 正是通往天心大陆 听到江若先这话 云青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老伴赏后 云青年才接着说道 也就是说 除了你意外 还有其他人通过这处空间通道 来到天心大陆了 江若先点了点头 不错 但因为这处空间通道 还未被人摸清 所以被派遣进入空间通道的人 都是一些势力的探子 修为身份 都很一般 云青年微微点头 显然是认同了江若先的话 说白了 最早一批 被派来的人就是炮灰 可就算如此 云青年面色还是凝重了下来 我现在的身份不宜暴露 否则银根尼菩萨 不会给我成长的机会 银根尼菩萨 现在确实要除掉云青年 而且每一次针对 都比上一次来的猛烈 可云青年感觉得到 他们虽然要除掉自己 但对他们来说 除掉自己并非放在第一位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谋划 他们的谋划 才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一旦他们得知 云青年先帝的身份 那他们势必会放下手头一切事情 把所有的精力火力 都对向云青年 我们要赶在仙界探子暴露之前 就把他们都收拢起来 云青年面色凝重的说道 若先 你可知道 这些探子 都是那些势力派来的 知道 将若先想都不想就说道 那处空间通道 已经被五大势力把持 分别是好是仙家 丁是仙家 曾是仙家 临帝麾下 轮回仙帝麾下的人 没意外的话 进入凡人界的探子 都出自这五个势力 云青年微微松了一口气 知道这些探子的来历 想找到他们就简单多了 而且云青年心里 也想到了请君入瓮的主意 事实上不只是云青年想到了 江若先也马上想到一个计策 我知道这五个势力 驻守在空间通道的负责人 我可以以他们的名义下 一道照令 你让人散步出去 不出意外 只要收到消息的探子 都会赶到我们指定的地点 江若先悠悠说道 哈哈 你想的跟我一样 云青年大笑一声道 不过你说的 更稳妥了不少 第1735章开始布局 天剑宗在其他地方 设下了不少据点 云青年跟江若先商谈完毕后 第一时间就让那些据点 把消息传了出去 比如传给好事先家探子的消息 就是一句 好连缘 清缘山脉一箭 好连缘是好事先家 驻扎在空间通道的负责人 是好事先家派到天心大陆的探子的首领 这些探子 只要听到这消息 都会第一时间赶赴清缘山脉 再比如 传给丁氏先家的消息 只有简单的一句 素来丁克草原境界 丁克 是丁氏先家的探子的首领 巧合的是天心大陆 也有一个丁克草原 传给曾氏先家一脉的探子 林帝一脉的探子 传给轮回先帝一脉的探子 也是用类似的暗语 要把暗语传至整个天心大陆 又不能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难度不小 不过我相信我挥下那些人的能力 没意外的话 快则三日 慢则十日 他们就能在不引起有心人注意的前提下 把消息散布至整个大陆 这是云青年当时跟姜若先的说辞 姜若先对此 还是有不小的意外 因为云青年这话 听起来难度不大 可真正实施起来 何止是难度不小能够概括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做第二手准备 云青年微微沉吟道 哦 姜若先看向云青年 谁也不能保证 那些探子现在还没有把我的身份泄露出去 所以 我们必须要事先有万全准备 比如 您现在 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云青年微微沉吟道 你想撤走 天见宗的人 姜若先不由开口 没错 云青年微微点头 跟足够了解自己的人对话 真的很轻松 很多时候不需要把话说太透 对方就已经会议了 我想把这个撤人的事情交给你跟麒麟 云青年沉吟道 云青年身边 现在能用的人太少了 除了麒麟跟姜若先外 已经没有第三人 把天见宗的人撤走 难度不是一般的小 同时还要防止他们出现意外 这时候 负责撤走他们的人 就需要足够强大的修为 麒麟 姜若先 无疑是云青年身边 最能用上的人 你这个身体死亡后 真的可以通过另一个身体复活 姜若先没有拒绝云青年 但也没有答应云青年 而是先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当的问题 可以 云青年微微沉吟道 但有一些前提条件 比如我这个身体要是死了 另一个身体必须回到凡人界后 我才能复活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仙界的身体死了 也要等这个肉身去仙界以后才能复活 姜若先又问道 没错 云青年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姜若先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会倾尽一切 保证你周围人的安全 与此同时 我希望你尽量别去拼命 我的本尊降临贴心大路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遇到你渡不过的坎 我希望你能等到我本尊降临 嗯 我会的 云青年答应道 姜若先的分身 就有着相当于天仙境的战斗力 他本尊现在有多强 已经不言而喻了 你的本尊 现在就是面对先帝 恐怕都有逃命的本钱 云青年颇为感慨道 在时还没正面遇到过先帝 姜若先有些遗憾道 老实说 他还真想找个先帝 论证一下自己现在的实力 不过半步先帝 我的本尊一招就能秒杀 姜若先补充了一句 秒杀半步先帝不算什么 云青年摇了摇头 半步先帝说白了 还是道祖 跟真正的先帝比起来 有些难以逾越的鸿沟 莫黄就是半步先帝 但莫黄的战斗力 也能秒杀寻常的半步先帝 所以云青年才会说 秒杀半步先帝不算什么 当然在先帝面前 是否有逃命的资本令当别论 可以肯定的是 你本尊一旦降临天心大陆 将会是绝对无敌的存在 云青年说道 对于这一点 他还是有绝对的自信 接下来 云青年带姜若先 去认识了一下他的亲属 以及一众下属 面对父亲云阳 母亲林指弱 姜若先都一脸乖巧地 喊了伯父伯母 云青年还是第一次看到 姜若先这么乖巧的样子 好孩子 之前那一战 苦了你了 母亲林指弱 连忙上前握住姜若先的两只小手 一脸关心地说道 其林之前 曾直呼姜若先为大嫂 现在又是云青年亲自 带姜若先过来跟他们相见 只要不傻的人 都能大概猜到姜若先跟云青年的关系 好孩子 以后言二要是欺负你 你尽管跟伯父说 看我不揍死他 父亲云阳锦随其后说道 俨然将姜若先是为了儿媳妇 事实上 像姜若先这种条件的儿媳妇 就没人会不喜欢 漂亮 气质出尘 如仙女一般飘然于世 与此同时 还有强大的实力 对云青年又一片深情 绝对能成为云青年得力的左右手 姜姑娘 我是云轩 是炎帝的堂哥 你要是不嫌弃 可以叫我一声大哥 唐哥云轩主动开口道 恩 姜若先面色羞红地点了点头 而后不经意的瞥了云青年一眼 见云青年只是一脸尴尬 但又没阻止的样子 连忙红着脸 喊了一声 大哥 我是炎二的大伯 姜姑娘要是不嫌弃 可以喊我一声大伯 大伯云汉 也主动开口说道 庄引号 大伯 姜若先低着头 羞红着脸道 炎帝 姜姑娘是我见过最美丽贤淑 同时也是最有能力的琴女子 我能看出她对你一片深情 你可不能负了她 否则别怪我这个当哥对你不客气 堂哥云轩暗中传音给云青年道 磕磕 哥 你放心吧 云青年不由尴尬地干咳了一声 云轩哪里知道 她的传音 瞒不过姜若先的感知 好了 你们都见过若先了 接下来 她会带你们前往一个新的安全之所 这一路上你们可要听若先的指挥 云青年开口说道 这才是她带江若先 跟家人见面的原因 第1736章身份暴露 一天以后 天剑宗所有人 都跟着江若先跟麒麟撤走 为了安全起见 云青年也派出了一道分身 云青年知道一个安全的地方 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云青年曾经 得到过一条神之法则 在一具神的尸体体内得到的神之法则 这个神之尸体 埋在上古战场的一处隐秘的地方 千万年下来 云青年是第一个踏足此地的人 从这一点 就足以看出 这个地方有多安全了 与此同时 云青年派出一个分身 还有另一手准备 神之尸体的体内 还有一个通往藏神渊下面的神之墓地的传送阵 必要时刻 他的分身可以发动这个阵法 让所有人都躲到里面去 这一天的时间内 五条消息悄然传至天星大陆 一些躲在暗处的人 眼中全是疑惑 清源山脉 考莲元首领已经来到天星大陆了 可是奇怪了 为何我的传信玉石 联系不到好连元首领 不管怎么说 已经没多少时间考虑了 必须要把云地在天星大陆的消息传给好连元首领 类似的自言自语 还发生在大陆的其他地方 这些人 都按中往指定的地点遁去 天星大陆 一处神秘的空间里面 这处空间 一边连接天星大陆 一边通往死气瞑蜜蜜的世界 一条金色的五爪神龙 盘旋在虚无的真空之中 这条五爪神龙 身躯连绵不绝 身上散发着巨大的龙威 它一半的身躯位于天星大陆 一半的身躯位于另一个世界 与此同时 还有四道人类身影 全伏在五爪神龙龙手的旁边 如果云清源在这里 一定能一眼认出全伏的四人 分别是明河老祖 北墨老祖 尼菩萨 以及尼菩萨的师弟张之洞 混沌界已经有不少小兵 来到天星大陆 并且占据一方疆域 自立门户为界域 明界也来了一些小鬼 在天星大陆扎根 祖界势力为明域 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穿着小道袍 手持浮沉 样子看起来不过七八岁的尼菩萨 看向明河跟北墨说道 哼 你们不是早有决断 又何须来问我们的意见 明河老祖冷哼一声道 明河老祖一向温文儒雅 几乎从不发脾气 至少云青年跟明河接触以后 就没见过他发怒 以及红过脸 外敌来犯 你们不去抵御外敌 却想着联合外敌对付自己人 如果不是碍于上个时代的誓言 我北墨岂会谢于与你们为伍 北墨老祖也冷哼一声道 被明河北墨相继质问 尼菩萨没有半点恼怒 而是依旧云淡风轻地说道 你们两人就那么确定 云青年不是外敌 云青年出生在天心大陆 成长于天心大陆 他从骨子里 就是我们的一份子 北墨老祖冷冷地看向尼菩萨 他倒是说说 云青年怎么是外敌了 云青年出生在天心大陆 这一点我不反驳 但你真的确定 云青年是成长于天心大陆 尼菩萨悠悠地看向北墨老祖 还不等其说话 尼菩萨突然挥动手中的浮沉 只见一道金光战过 有两道身影 出现在了几人面前 这两道身影 都是地心修为 身上穿得 戴的 以及使用的法宝 都可以让人一眼感觉到 他们都不属于凡人界 拜见主人 这两道身影出现以后 便一脸虔诚地看向尼菩萨 说一下你们的来历 尼菩萨淡淡地说道 是 主人 两人连忙领命 站在左边的青年 第一时间开口说道 我叫好富方 来自仙界的好世仙家 此行被我们的首领好连缘 派来凡人界打探消息 我叫陆元 是先帝 是灵鼠麾下的一只妖族分支 此行被派人凡人界打探消息 另一个妖族青年也开口说道 您和北墨 以及一只沉默不语的张之洞 眼中都闪过意外之色 仙界已经能派探子来天心大陆了 说说你们都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尼菩萨又说道 天心大陆与平常的凡人界不同 这是我们见过最神秘 也是最强大的凡人界 天心大陆给我们的感觉 甚至比一些大世界都要神秘莫测 好富方跟路员都开口说道 但就在他们还打算继续说的时候 突然被尼菩萨打算了 直接说你们打探到的最惊人的消息 最惊人的消息是跟云帝有关 好富方跟路员近乎一口同声道 原来在仙界消失千年之久的云帝 已经来到了凡人界 您和北墨张之洞三人目光都猛的一鸣 以他们的地位 见识 自然知道帝字代表什么 赶在姓氏后面 灌上一个帝字的 放眼珠天万界 也只有高高在上的先帝 说说你们口中的云帝姓甚名水 尼菩萨又淡淡的说道 云帝真名是云青年 好富方跟路员一口同声道 什么北墨 明河张之洞三人全部面色大变 云 云小友是高高在上的先帝 明河老祖眼中露出震惊 我 我那个名义上的徒儿 是 是至高无上的先帝 北墨老祖也是一脸难以置信 张之洞先是亥然 而后则露出谎悟 怪 怪不得我那个来自仙界的徒儿 会对云小友那般敬畏 张之洞有个徒儿叫柳燕寒 魔杀女柳燕寒 是来自仙界的魔修 因为一场意外 而坠落至天星大陆 而后被张之洞所救 并生为土地 这是我从好富方跟路员记忆中 搜出来的资料 尼菩萨这时候开口 并且送了三枚预检 到明河 北墨 张之洞三人的手中 三人没说什么 直接打开预检阅读 预检里面 记录了云青岩 如何一步步成为 叱咤诸天的先帝的过程 当然 只是一个大致的过程 没有太过于具体 而且这些资料 都是仙界流传广泛的常识 但就算是常识 也坐实了云青岩先帝的身份 第1737章 郁郁雪界 现在你们还觉得 云青岩是成长于天星大陆吗 尼菩萨悠悠地看向了 北墨老祖跟明河老祖 北墨跟明河 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从预检里面记录的资料来看 云青岩是在先界一步一脚印 成长起来的 见北墨跟明河沉默 尼菩萨又开口说道 一个出生在天星大陆 但却在其他地方成长起来的人 你们真觉得他不算外敌 哼 就算如此 那又能说明什么 北墨老祖冷哼一声道 无论云青岩在哪里成长起来 都改变不了 他是天星大陆的人的事实 他确实是在天星大陆出生 但你也说了 这又能说明什么 仅仅是在天星大陆出生 就能证明他对天星大陆没有疑心 尼菩萨悠悠地反问道 你们如何确定 在云青岩心里 是先界重要 还是天星大陆更重要 既然确定不了 那就不该在确定之前 就把枪头对准云青岩 北墨老祖再次冷哼道 若是平常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慢慢验证这事 但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多余的时间 去查证云青岩在心里是天星大陆重要 还是先界更重要 尼菩萨轻哼一声 说道 眼下是特殊时期 我们必须要把任何可能的变数 都扼杀在摇篮之中 听到特殊时期四个字后 明和跟北墨 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好长一会后 北墨老祖才深吸了一口气道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做 若是不知道云青岩是先帝也就罢了 既然知道他是先帝 我们就必须在他恢复全盛时期以前 除掉他 尼菩萨说道 说到除掉他三个字的时候 智能的身躯突然站出恐怖的杀气 我知道你们不愿出手 我跟云也不放心让你们出手 所以这一次 云会出动一道身外化身 一道拥有盈 异成修为的身外化身 北墨根明和 听到身外化身拥有盈的异成修为的时候 面色直接一变 因本尊的异成实力 足以横扫整个天心大路 一切天仙道祖 在云这道身外化身面前 都是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这次叫你们来商谈 说是商谈 可实际上就是知会你们这件事 免得你们事后得知 心里会留下疙瘩 另外 云那道身外化身 已经出动了 尼菩萨又说道 什么 云的身外化身已经动身去找云青年了 北墨根明和再一次色变 而后看向尼菩萨时 两人都出现了恼怒之色 尼菩萨跟云 这次叫他们来这里 根本不是商谈什么事情 更加不是知会他们 要对云青年出手这事 尼菩萨跟云的目的 只是纯粹的知走明和跟北墨 防止他们在云的身外化身对云青年出手时 前去解救云青年 这片空间已经被阵封锁了 就在这时 五爪神龙形态的云突然开口说道 包括阵在内 任何人时日内都不能出入这里 哼 明和老祖突然冷哼一声 左手突然挥动 一个照面就割裂了眼前的空间 下一刻 明和老祖就窜入了割裂的空间里面 但还不等割裂的空间愈合 明和老祖又重新从里面踏了出来 出来以后 明和老祖面色就变得异常难看 云 尼菩萨 明和老祖凛冽的目光 相继扫过尼菩萨跟云 你们口口声声说 不想因为云青年的事情 在我跟北墨的心里留下疙瘩 但你们现在的行为 却是在逼本尊于你们不死不休 明和老祖身上 突然涌现恐怖的杀器 他这杀器与寻常的杀器不同 这些杀器才刚出现 就全部凝聚成了大道 稍微识惑之人 就能认出这大道是 无上大道里面的杀道 与此同时 明和老祖的身后 又浮现出一条修罗道 不亚于杀道的修罗道 哪怕是尼菩萨跟云 面对这个状态的明和老祖 眼中都闪过了凝重之色 不过宁重归宁重 他们二人似乎都不担心 你和老祖会跟他们撕破脸皮 尼菩萨这时候开口道 无论是我 还是赢 亦或者北墨 你都在为了上个时代的誓言奋斗 莫非你现在 要为了云青年 而违背上个时代的誓言 听到尼菩萨这话后 你和老祖面色一变再变 最终 赞去了杀道与修罗道 北墨老祖也是一脸怒涩 但最终 也强忍了下来 天兴大陆 天剑宗 死气弥漫的山洞里面 奇怪了 雪吉珠怎么不见了 云青年来到之前闭关之处 却没有见到悬浮于空的雪吉珠 云青年明明记得 之前因为急着去支援麒麟跟江若仙 没有来得及收起雪吉珠 这个地方 被云青年布下了层层阵法 哪怕是先帝 都不可能瞒过云青年的感知 而潜入这里 云青年可以百分百确定 绝对没有外人进入这里动过雪吉珠 恩 世界之树出问题了吗 就在这时 云青年突然发现 生气盎然的世界之树 突然占过一道雪器 这雪器颇为甚人 哪怕是云青年 都感觉到阵阵凉意 怎么可能 云青年突然出现难以置信之色 雪吉珠竟然被世界之树吸收了 云青年第一时间 就用神识观察世界之树 但却愕然的发现 世界之树变异了 因为牺牲了血吉珠产生了变异 云青年脑海 不自觉想到了 以前在仙界一本古籍上看过的雪母神树 雪母神树是雪界的造物主 传闻雪界最早的一批生灵 就是雪母神树孕育而出 在雪界 雪母神树是最至高无上的存在 它有没有自身意识 云青年不知道 但整个雪界的生灵都将雪母神树是为了信仰 雪界任何大节日都是以祭拜雪母神树为主 若有足够的时间便已成雪母神树的世界之树 只怕能重新孕育出一个雪界 云青年心里满是骇然的想到 第1738章《王剑王》上 能孕育出一个世界的雪母神树 仅仅用想就能知道它有多珍贵了 就更别说孕育出来的世界还是雪界这样的超级大世界 不过云青年虽然已经把雪母神树想得很珍贵了 但还是远远低估了雪母神树实际的价值 因为黑袍云青年还不知道雪界已经被混沌组织覆灭的消息 说白了这珠雪母神树代表的意义 已经不是在孕育出一个雪界 而是在一片废墟上 重建一个新的雪界 虽然都是孕育新的雪界 但后者的意义 远远大过前者 我先试试 能不能吸收雪母神树的能量 云青年嘀咕一声 直接在雪母神树旁边坐了下来 云青年在雪母神树内部 感觉到了澎湃的能量 比原本的雪极株 比原本的世界之树 都不知道要浓烈了多少倍 只不过在尝试吸收之前 云青年还不能确定 雪母神树内部的能量能不能被自己吸收 居然可以 云青年眼中闪过一道喜色 雪母神树的能量 被云青年吸入体内以后 就被云青年运功转化成了心灵之力 只不过比起雪极株的能量 以及世界之树的能量 雪母神树的能量存在一些区别 它被云青年转化成心灵之力后 会留下一些云青年从未接触过的能量 奇怪 这些特殊能量 不能转化成修为 但又不是杂质 而且这些特殊能量 竟然排出体外 而且它竟然自然而然地融入了我雪肉里面 发现这一点后 云青年暂缓了吸收 而是开始研究特殊能量 融入它雪肉里面后 有没有对它的肉身造成负面影响 约莫半个时辰后 云青年才确定 对我身体没有任何负面作用 可偏偏我还是无法确定 特殊能量具体作用 不过云青年 虽然没弄清融入它雪肉里面的特殊能量具体作用 但还是放开了心 开始吸收雪母神树的能量 毕竟 它已经百分百确定 特殊能量没有影响到它肉身 一转眼三个时辰过去 云青年身上突然席卷出恐怖的突破气势 呼呼呼 此气凝乱的山洞 全都是呼啸的气流声 若非这里有层层阵法加固 这山洞早就被突破产生的气势冲毁了 终于踏入半步天仙了 云青年嘀咕一声 比起地先巅峰时候的它 云青年现在的战斗力 至少翻了十倍以上 云青年没有停止吸收 而是打算一鼓作气直接踏入天仙境 依我的战斗力 只要踏入天仙境 就是对上半步仙帝 都能斗上一斗 云青年心里嘀咕道 而且他口中的半步仙帝 可不是战斗力一般的半步仙帝 不过云青年并不确定 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他突破至天仙境 云青年前去接应那些仙界探子的分身 已经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仙界来的探子 分别来自好是仙家 丁是仙家 曾是仙家 灵帝麾下 轮回先帝麾下这五个势力 这五个势力 一共派了将近一百多个探子 但云青年接应道的探子 只有不到三十多人 也就是说 还有七十多个探子流露在外 七十多个探子在外面 足以产生很多变数 迷准银跟尼菩萨 已经得到消息 并且在赶来天见宗的路上了 云青年心里嘀咕道 呼呼呼 踏入半步天仙后 云青年吸收学母神术能量的速度 一下子变快了很多 但与之相对的是 从半步天仙踏入天仙境所需的能量 远远超过了从地仙巅峰踏入半步天仙 从地仙巅峰 踏入半步天仙 云青年用了三个时辰半的时间 从半步天仙踏入天仙境所耗费的时间 只会在这个基础之上 一直全心全意 吸收学母神术能量的云青年 没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随着他吸收的能量越来越多 无法被吸收的特殊能量 也不断融入他的血肉里面 他裸露出来的肌肤 竟然隐隐地 多出了一种圣洁的感觉 这种圣洁 不是冰清玉洁的圣洁 而是那种伟大至高无上的圣洁 一转眼 又是五个时辰过去 云青年已经能摸到了 天仙境的门槛 云青年心里颇为唏嘘 跟人身比起来 这个肉身突破实在太顺利 随便怎么突破 都不需要面临心魔仙节 只要突破所需的能量足够便能突破 不过人身的他 挨过心魔仙节后 相同境界的情况下 战斗力远远超过这个身体 这或许就是有失有得了吧 天心大陆 盈州 一处广袤无垠的山脉上空 一处空间突然被人撕裂 一道神圣的身影 从撕裂的空间中踏了出来 这身影穿着金色龙袍 身上散发着至高无上的气息 他面色俊秀 但脸上的神情 却不犯半点情绪 他的目光充满深邃 仿佛能洞察世间万物 不过这深邃的目光 除了深邃以外 就不再具备其他情绪 神圣的身影 出现的瞬间 就看向了天剑宗所在的方向 下一刻 神圣的身影 突然往前踏了一步 这一步 居然让他前方的空间扭曲一片 不断地向后收缩 使得他这一步 直接跨越了不知道多少万里的距离 这一步彻底落下以后 神圣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 天剑宗的山门外面 此时的天剑宗 不设任何阵法 无论肉眼还是神石 都可以直接穿入内部 空无一人 神圣的身影 目无表情地说道 云青年竟然提前撤走了所有人 此时的身影没有马上撤走 而是用半末之急的目光 扫过整个天剑宗 最终 他的目光 落在了天剑宗内 一处死气弥漫的山洞外面 几乎同一时间 正在冲击天仙境的云青年 猛地睁开了双眸 目光也看向了神圣的身影所在的方向 终于来了 云青年低声说道 第一时间停止突破 身影凭空消失在山洞里面 第1739章王剑王 下 没算错的话 这应该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了 云青年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天剑宗的山门外面 站在云青年面前的神圣身影 满是淡漠的脸上 罕见的出现了一缕意外 每一次相见 你的修为都有致的飞跃 彼此彼此 云青年淡淡说道 神圣身影突然叹了一口气 若是你早一百年出现 又或者晚一百年出现 那该有多好 怎么说 云青年不由问道 若是这样 我们就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神圣的身影说道 提到朋友两字时 那双半默的眼神 突然闪过了向往之色 高处不胜寒 站得太高的人 往往都很寂寞 朋友 这种普通人眼中 唾手可得的东西 对于他来说 却是那般的难得 我在你身上 也仿佛看到了我自己 云青年看到神圣的身影说道 不过我们 终究只是像 而且还不是很像 不 我们很像很像 却别只是我肩上背负着使命 而你没有 神圣的身影一脸认真的说道 使命 听到这个词 云青年突然冷笑了出来 你们的使命 就是铲除一己 除掉所有有可能超越你们的人 神圣的身影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片刻后 他轻叹了一口气 道 我这么做 是因为我只信得过自己 除了我以外 我实在不放心把这个使命 交给其他人 满口胡言 云青年冷哼一声 我虽然不知道你所说的使命具体所指 但你若是你对自己有信心 就不应该惧怕竞争 而是堂堂正正的超脱所有人 神圣的身影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我为何遗憾 你不能早一百年出生了 若是你提前一百年出现 我可以给你这个时间与我竞争 但现在 没这个时间了 对我来说 所有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变数都要扼杀 云青年对神圣的身影这番话 只是听得似懂非懂 使命 无外乎复仇 亦或者肩负天下苍生的安危云云 神圣的身影口中的使命 给云青年的感觉是第二种 不过云青年对此 还是充满了不屑 以伤害其他人建立起来的伟大 很多时候都很卑劣 只不过当事人一直陶醉在自我感动里面罢了 无论是神圣的身影 还是尼菩萨 对云青年出手时 都抱着一副大意凛然的姿态 可偏偏他们要除掉云青年的目的 却只是纯粹的担心云青年超越他们 有些事 本来你就算死 都不会有机会知道 就在这时 神圣的身影又开口了 但因为你先帝的身份 我可以破例让你死个明白 说说 云青年出奇的 想要听下去 有人叫我赢 也有人叫我史龙 还有一部分人称呼我为史皇 这里面 我最喜欢的名字是史皇 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 迎看向云青年道 云青年没接话 但却摇了摇头 我巅峰的时候 创造了一个时代 一个制霸诸天万界的时代 银脸上露出几分回忆之色 在大秦时代 我率领的大秦军队百战百胜 势如破竹 以无可匹敌的姿态 统御了诸天万界 最巅峰的时候 我甚至率领我的军队 攻入混沌界 并且只差一步 就能灭掉诸天万界的毒瘤 说到只差一步的时候 银脸上出现了颇为复杂的情绪 又是遗憾 又是不甘 大秦时代 云青年搜遍记忆 终究没找到与大秦时代有关的任何信息 类似万古时代 太古时代的时代 云青年不由问道 万古 太古 横古 都是我之后的时代 银淡淡说道 云青年瞳孔微微一缩 如果真如银所说的那般 那云以及他创造的大秦时代 未免也太恐怖了 整个诸天万界 以他的大秦为封号 将整个时代命名为大秦时代 这是何等的辉煌 何等的荣耀 哪怕云青年全胜时期 都没有半点把握统治诸天万界 让整个诸天万界以他云地为时代 与此同时 银还提到一个地方 引起了云青年的注意 混沌界 诸天万界的毒瘤 混沌界会是怎样的地方 有资格充当诸天万界的毒瘤 而且从银的话 不难看出 他最辉煌的时期 是被混沌界终结的 你们的使命 是除掉混沌界 云青年不由开口问道 如果另一个云青年在这里 直接就能知道前因后果 混沌界的疆土 占据了整个宇宙的七成以上 诸天万界数量虽多 但全部加起来 也不过占据了整个宇宙的三成 宇宙的气运有限 但生灵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强 随着生灵变多 强者不断增多 气运只会越来越少 甚至会面临枯竭的一天 最早进入混沌界那一批人 是当时宇宙最强大的一批生灵 他们的观念是 直接灭了混沌界以外的生灵 而后 将多出来的气运 给予混沌界的生灵 在大齐时代 银还没有统一诸天万界的时候 就遭到了混沌界的入侵 当时有一批精彩绝艳的人涌现 银是其中一个 银最终 挤掉了所有竞争者 以一己之力统一了诸天万界的所有力量 这时候的银 无论是为了自保 还是为了诸天万界的所有生灵 都必须抹掉混沌界这个威胁 银当时做出了一个 所有人都不能理解的行为 银统治诸天万界以后 不是极其所有力量抵御混沌界的入侵 而是主动 攻入了混沌界 那一战 是继灭世之战后 最恐怖的大战役之一 结局则是以银为首的大秦时代溃败 极其惨烈的溃败 哪怕若干个时代过去 银跟他的大秦都没有恢复全胜时期的1%的元气 静运的混沌界 也在那一战后伤到元气 持续若干个时代 唯有大规模入侵诸天万界 第1740章水火不容的原因 你们的使命 是除掉混沌界 云青年不由开口问道 是 身上犯着神圣气息的淫 想都不想就说道 你所谓的时间不多 是指开疆时代 云青年又问道 是 淫再一次点头道 开疆时代对诸天万界来说 不应该是一个机遇吗 云青年不解道 云青年所知道的开疆时代 是整个宇宙气运复苏 迎来一个人人如龙的大时代 就如同如今的天心大陆一般 区别就是 开疆时代汇集的是整个宇宙 而且到那时候 初代皮修 初代那家 初代凤凰 初代人祖 这些爵士天交都会相继出世 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 开疆时代是一场盛世 一场无数个时代 才会出现一次的盛世 可对于天心大陆 以及整个诸天万界来说 它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身上泛着神圣气息的 云缓缓开口道 云青年眼中的疑惑 不由更重 因为他注意到 云这番话 把宇宙与诸天万界区分开来 你可知宇宙中 最大的位面是哪一界 云突然说道 难道不是仙界 云青年不由奇怪道 云摇了摇头 在排名第一的世界面前 仙界不过是弹丸小弟罢了 整个诸天万界 所有为面加起来的疆域 仅仅占据了宇宙的三成 剩下的七成 全都是混沌界的疆域 什么 云青年的瞳孔猛的一缩 与此同时 云青年马上又联想到开疆时代 联想到开疆时代 就要出世的那些伟岸人物 初代龙祖 初到凤凰 初代皮修 初代人祖 这些人全部都去了混沌界 云青年开口说道 因把混沌界是为了威胁 开疆时代是整个宇宙气运复苏 同时也是那些消失了 无数个时代的巨波 及大人物出世的日子 这是不是就能理解为 那些人都去了混沌界 并且成为了混沌界的一份子 你说的这些人 都在混沌界 同时也都是混沌界的主心骨 入侵诸天万界 也正是这些人的主意 云开口说道 我有个问题不懂 云青年微微吸了一口冷气 说道 那些初代 与我们一样 都是这个宇宙孕育出来的生灵 他们为何要入侵诸天万界 理由很简单 云不假思索地说道 这个宇宙的气韵有限 但生灵却很不断地变多 不断地变强 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 宇宙终究有一天会迎来气韵枯竭的那一天 对那些初代来说 最简单最便捷的办法 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被诸天万界展开一次大屠杀 云青年文言 心里不受控制地涌现杀机 如果阴所言不虚 混沌界那批人 就是把诸天万界的生灵 是为了任意才死的蝼蚁草界 就在云青年愤慨不已的时候 阴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而且这一次 混沌界对于诸天万界 不再是简单的屠杀 而是打算覆灭诸天万界的所有生灵 原本的混沌界 是把诸天万界的生灵 当成了豢养的序幕 定期屠杀一次 除了减少诸天万界的生灵 防止宇宙气韵被过度消耗 同时 也等同于掠夺一次诸天万界的资源 这一次 混沌界要彻底覆灭诸天万界 云青年大概也想到了原因 大秦时代 云差点击溃混沌界 显然给混沌界留下了余悸 也就是说 定期收割对混沌界来说 已经存在威胁 对他们来说 想要彻底安枕无忧 最稳妥的做法 就是一次性 灭了诸天万界所有的生灵 云青年的脑海响了很多很多 站在混沌界的角度 哪怕诸天万界彻底被他们灭干净了 但他们混沌界 也还是会不断壮大 等到混沌界人满为患那一天 不也是存在过度消耗宇宙气韵的问题 还是说 混沌界到时候 会舍得对自己下手 银似乎看出了云青年的疑惑 不由又开口说到 混沌界的秩序极其完善 混沌界除了有天道 还有无数规则组成 天道为主 规则为辅 他们能精密地把气韵的消耗 控制在一个极其适合的状态 若是人口过多 天道跟诸多规则 就会发生作用 减少新人口的出生 若是强者过多 使得消耗的气韵超出负担 天道就会出手 不让一些人突破 比如渡劫的时候 增加雷劫的难度 云青年越听越震惊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个世界的天道跟规则 还能主动出手干预这些事情 就在云青年打算询问这一点的时候 银又抢在他前头开口了 混沌界的天道 以及各种规则都是生灵所化 比如创造混沌界的人 就化身为混沌界的天道 比如诗语族的诗神 就化身为混沌界的诗道规则 比如妖族的初代老祖 就化身为混沌界的要道规则 再比如风瑶族的始祖 也化身为风道规则 人为幻化的天道 人为幻化的规则 自然就会在该出手的时候出手 诸天万界比起混沌界 除了疆域上的差距 还有天道规则方面的差距 就拿仙界的天道来说 他只能本能地执行一些命令 比如仙界遭遇危机 天道就会显现 本能地去抹杀危机 再比如仙界的规则 他们只是纯粹的规则 哪怕仙界遭遇负灭之节 他们也不会显化 也不会出手杀敌 他们的存在 就是纯粹的以规则的状态存在 诸天万界跟混沌界 从他们各自诞生开始 就注定了水火不容 诸天万界若是壮大 也不排除会产生铲除混沌界的念头 混沌界要覆灭诸天万界 也是为了保住自身的利益 毕竟盘子就那么大 越少人瓜分 得到的份额就会越多 赢这番话的意思很简单 站在混沌界的立场 他要覆灭诸天万界 是理所当然 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诸天万界的生灵 同样也要以无反顾地为 诸天万界而战 感谢您的观看 请您的观看